慈禧执政的48年是亲王朝最黑暗的时期,这48年里老百姓可以说是生不如死,时时刻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马关条约的赔款还没有赔完,紧接住又要承担辛丑条约的赔款。 而慈禧太后在紫禁城里好了伤疤忘了疼,继续交涉淫逸,吃饭百108道菜都嫌没地方下筷子,让人痛恨不已。阿德福帝斯门子八国联军清华战争完全是慈禧一时冲动犯下的罪过,当时光绪皇帝被慈禧囚禁在银台,慈禧太后总揽国家大权,看住这个自己一手养大的皇帝竟然敢密谋发动政变,从自己手中抢走权力。 慈禧太后非常恼怒,甚至曾经谋划要废掉光绪皇帝,但是费力皇帝毕竟是大事,于是她先派人去试探洋人的态度,看看洋人到底知不知自己废掉光绪皇帝,可令慈禧太后没想到的是洋人竟然撂下了狠话,各国只承认光绪皇帝,不认其他人,这让慈禧太后非常恼怒,在慈禧看来这是赤裸裸地挑衅自己的权威, 于是慈禧太后给各国下了通牒,让他们不要多管,是,但没想到各国的态度还是死硬。 慈禧太后盛怒之下,公开宣布要与各国开战,阿德福帝斯门词这件事让满朝文武大臣为之一经,因为以亲王朝目前的实力来说,连一个国家都对付不了,更别说世界各国了。 于是很多大臣纷纷出来劝谏,慈禧将他们都杀掉了,慈禧首先选择攻击的目标是洋人的使馆,结果攻了好几天都没有攻下来,后来各国看事情闹大了,索性亦不做二不休,直接派兵组成联军攻打北京。 清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五万人,装备精粮,声势号,1900年8月14日,北京城彻底沦陷,八国联军所到之处,杀人放火,奸淫。 抢掠,从此进城,中南海,一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,其中著名的万元支援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,中城废墟。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,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,其详述将永不能查出,但为数必及重大无疑。 此时的慈禧太后却仓皇逃亡西安,不再管老百姓的死活,京城老百姓受尽了磨难。 阿福帝斯门子,皇亲贵族家中的女眷都被八国联军抢去,连慈禧太后的亲戚都没能,免,很多爱国志士纷纷被杀掉,八国联军派兵继续追赶。 王西安的慈禧,慈禧大惊,赶忙求饶,不仅给八国联军送去了冰块西瓜,而且还说要亮中华之物力,结与国之欢心,没有丝毫的骨气可言,让人唾气不已。 后来慈禧太后又杀掉了一批主战派,这才保住自己的性命,1901年9月7日,以辛丑条约的签,定为结果,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。 对于慈禧来说,他任由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,但是没想到列强却连他的权力都要限制,这让他非常 恼怒,结果一气之下做出了如此蠢事,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,所犯的罪行实在是庆祝难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